好 那么静态处理化的格式是数据类型中括号数组名等于 NU一个数据类型中括号 然后元素1元素2元素3 这是它的格式 我们把格式考过来 复制 来我们照这格式去写一下 那么数据类型我也是来一个INT的 然后呢中括号照抄下来 数组名叫AR 然后等于 是不是NU啊 然后数据类型INT 然后再来一个中括号 然后呢再来一对大括号 然后里面放元素 这个元素就是你给的具体的值 比如说我给的是 1122334455 那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数组的长度是几 数组的长度取决于什么 是不是取决于元素的个数 你这里面元素有几个 元素有五个 所以数组的长度应该是五对不对 能明白这块意思吧 哎 好了 那它也有一种简写形式啊 也有种简写简写形式 那简写形式怎么写呢 叫INT中括号 叫做AR 就等于了 直接来一个 它就行了 直接来一个它就行了 也有这样写的形式 这能明白吧 好 那么有同学就问了 说老师 那既然有两种写法 那他俩有什么区别呢 好 那么他俩的区别 其实就是什么呢 他呢 可以先声明后复值 然后他呢 必须声明和复值 都写在一行 来 我给你演示一下 把这 我先注视一下 来看啊 我们来一个INT中括号 AR 然后呢 这是是不是 这叫声明啊 声明 声明 数字 你用 然后呢 我们在创建数字实体 就AR 等于的是 后面这一块 我把它粘过来 固质 粘贴 来看编译 编译通过 没有报错 对不对 这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大家再来看 INT中括号 AR 等于的是 这个大括号 来 编译 大家看 是不是报错了 说非法的表达式 开始 所以呢 这种形式呢 只能声明和复值 在同一行 简写形式 简写 形式 声明和复值 在 同一行 声明和复值 在同一行 而我们这个 非简写形式的话 可以先声明 后复值 但是我们在以后 用的最多的 还是这种 简写形式 因为它写起来 比较简单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还有一点要注意一下 什么要注意呢 就是你在写这个 静态处主化的时候 来 我把它打开 你写静态处主化呢 那在这里面 我们又加了一个5 把这一块先注视掉 说你这个元素 个数是5呢 我在这再加一个5 来看编译 会会出错 编译 怎么了 是不是出错了呀 那么它认为 你在这就应该结束 就是在这个位置 应该分号结束 那在这个位置 如果分号结束的话 是应该什么 是不是动态出了话呀 那么我们在创建 静态出了话的时候 不允许写成这样 就动静结合 有同学问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这里面 存5个元素还好 你瞬间就能查出来 那如果我这里面 存的是57,892个 那57,892个 你挨个去查 查完之后 在这里面 再写它的长度吗 是不是很有可能 匹配错误啊 你在查的时候 很有可能查错 对不对 所以呢 干脆这就 这里面就不加这个长度 然后呢 由元素的个数 去取决于我们的 这个数字的长度 就可以了 你这里面是5个 那好 我们长度就是5 明白了意思吧 好 这里面我提示一下 不允许 不允许 动静 结合 什么叫动静结合 就是既有动态出示化 又有静态出示化 这叫动静结合 好了 那这个叫做 静态出示化的简写形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要对数组呢 进行一个输出 然后再打印一下 它里面的元素 好 然后呢 咱们就使用这个就可以了 把它打开 对它进行输出 cetam.out.pointline 然后打印一下 ar2 然后再打印一下它里面的元素 cetam.out.pointline 然后来一个 ar2 0 好 就打印一个就可以了 来编译 运行 大家看 是不是也是一个定值 那么打印它元素 就打印谁了 是不是其中 0所引所定义元素 就是11 好 那我来一个ar4 编译 运行 是不是就是 4所引所定义的值 就是55 好 那然后呢 我们简单也通过它 去画一个内存图 好 复制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粘过来 没用的钱删掉了 它们都删掉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画一个 站和堆 站 然后再来一个堆 再来一个站 然后来一个堆 好 那么在编译运行之后呢 还是主方法要压进站 所以 所以 主方法进站 以战争的形式 先压到战底 叫做man man man 主方法进站 那么主方法进站之后呢 这里面声明了一个 int 数组类型的 int中括号 叫做ar2 然后1212 334 55 相当于在堆内存 要创建连续的五个空间 好 它有自己的地值 来 0x 00 11 那么创建连续的五个空间 来 大家来看 一个 然后呢 两个 然后呢 三个 四个五个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他们都有自己的锁眼 0 1 2 3 4 那有同学说老师呢 接下来是不是这里面负责的是 11 22 33 44 55 不是啊 首先呢 还是有默认出发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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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默认出发值 然后默认出发值之后 再进行显示出发 那就是 11 22 33 44 55 进行显示出发 那么进行完显示出发之后 再进行复制 复制 然后呢 通过地址 找到这个实体 所以大家记住啊 像我们堆内存的 这些值 都有默认出发值 那么开始呢 都是0 然后呢 再进行显示出发 复制 复了对应的值 那么当你输出AR2的时候 那是不是就打印它地址啊 那么输出AR24的话 是不是通过AR2找到了 4所因所对应的值 就是55啊 这就是 静态处置化 如何去画那圈图 好 这个值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好 感谢观看